歡迎收聽汪吉平聊新聞 上一週我們討論主題有點硬 這議題都非常硬 上次我們談到一個英文之叫STORM 如果你上期有聽的話就知道 我在美國的經驗就是我遇到了 就是美國60年來最大的是暴風雪 那因為我在工作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只要講秋天嘛 那確定完就是冬天 那其實有一些事情在你腦海中 是非常深刻的 我不知道我們聽有 你有沒有在你年輕的時候 有什麼令你深刻的旅遊 或者讓你非常深刻的一段生活的經驗 那當然對我而言來說 出國念書這件事情 是我一輩子當中印象最深刻 因為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然後你的語言不是我們擅長的中文 是要用英文 那你周圍遇到的人 有黑人 有拉丁裔的人 有白人 還有金髮女子 我怎麼特別把這個咬牙切齒 講出這四個字 因為我有一些經驗 就是跟大學的金髮的學生 因為我是老師 學生我們是研究所嘛 所以我老師 我真的受不了這些金髮女子 這跟電影一樣很相似 金髮女子覺得自己比較驕傲 這個題外話 我也不能一竿子打片一艘船 我也有被美國女生搭訕的經驗 這個都有 因為我的會計很好 所以就有那個學生 同學就希望我來私下教他 這種事情有發生 不過這題外話 因為我是窮學生 所以我必須要打工 那像什麼三明治電的打工 家教 電腦的組裝 還要在學校兼老師 那當然每一份薪水的時薪都不一樣 來湊合湊合 來讓我的大學的研究所的 這個學業能夠完成 因為美國的學費真的很貴 以前已經很貴 現在更貴 那我沒有附爸爸 我必須要自己努力 那時候我記得是禮拜六 禮拜六 然後這個就已經知道說 新聞就已經在講說Storm 就是T-O-R-M 那要來了 那我們英文字裡面的Storm 其實就是一個暴風雪 那我們想像就是颱風 這沒什麼好奇 我們台灣已經經過太多的颱風 所以我對這個Storm 這個字呢 其實坦白講 是沒有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Storm 那我記得那天 去一樣早上五點鐘 禮拜六是六點開門 那六點鐘 對不起禮拜六是七點開門 禮拜天是八點開門 那普通時候呢 是六點開門 五點開門六點 五點 普通時業是五點開門 那禮拜六的話是六點開門 禮拜天是七點開門 所以因為五點要開門 因為有些人已經來買早餐了 然後 所以我四點就要起床 打工 然後打到這個天荒地老 因為你那時候禮拜五幹嘛打工 沒有 其實美國研究所是念禮拜一到禮拜四 禮拜五就沒有課 那我的同學呢 就會開著他們的名車 去加拿大玩 或者到各地方玩 那我就是展開我的打工行程 那我那時候 實行一個小時五塊美金 那從早上五點 打工到下午的七點 好 七點禮拜五是打工下 就是 那個打工時間很長 那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下午 禮拜天他是四點就關門 禮拜四點的時候 老闆就會幫我算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好 的薪資 好 那當然 坦白講這個 零一零 是有feel的 好 是有feel的 好 那湊一湊 生活費就有 所以 我記得那時候是禮拜六 禮拜六呢 那個棟已經 就已經 其實我禮拜六出門的時候 已經開始下雪 那雪還沒有很嚴重了 好 那我第一次看到像那個 鵝卵一樣大的雪片拋下來 然後也沒什麼風 但是雪已經很大了 然後 我記得那天到了大概十點之前 我們所有的麵包啊 全部被掃光了 就是所有麵包啊 還有就是糕餅類啊 餅乾啊 好 就已經賣完了 那到了大概一點鐘左右的時候呢 一個客人進來 就問我們還沒有麵包 然後他说 他看到沒有麵包 就把牛奶帶走了 他突然說一句話說 欸你們怎麼還在這裡 好 就問我說 你怎麼還在這裡 我想說 他為什麼講這句話呢 哦 當然在這裡 我打工啊 因為我要 禮拜六的公司打到五點 禮拜五公司打到六點 我五點才能下班嘛 禮拜五公司打到七點 然後禮拜六的公司打到五點 那我五點就要下班了 我想說還有四個小時啊 四個小時有二十塊美金 當然要賺啊 但是他講這句話就引起我的警覺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的電動說 我要離開嗎 有Stone 然後那個電動的回答 很好玩哦 他回我一句話說 你怎麼還在店裡面 我才知道事情大條了 因為外面雪已經很大了 大到就是你 就是很大 那個視覺上面 就是滿滿的雪 那你知道雨下大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覺得雨下大 你在開車的時候 雨下大的時候 其實你能見度已經不大了 那更何況是雪 我就覺得那個雪 怎麼會下得這麼的誇張 那我就警覺的去後院 把那個儲藏室拿了一個 殘雪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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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這個動作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才發現到 整個高速公路 其實已經是 那個殘雪車已經開始在殘了 旁邊的 因為殘雪車又把那個雪 堆到高速公路旁邊嘛 所以那雪其實已經 大概差不多 兩三層樓高了 不誇張 至少一層樓以上 然後呢 而且你知道在雪上開車 非常輕 然後視覺不是很精準 發生了我人生最恐怖的一刻 就是因為我們 我沒有速度 我已經不記得我開多快了 它是一個轉彎 那我轉不了 我就直接車子就衝到路邊 因為你也殺不住了啦 就是你已經完全失控了 那個車子就整個就往那個路邊 衝進雪堆內 你知道那一瞬間 我終於知道 這四個字是怎麼寫的 叫做 萬念俱灰 突然間一瞬間 那真的極為恐怖 你能想像那畫面嗎 就是高速公路基本上 已經沒有車子了 然後只有殘雪車在殘 然後 你開在車上其實很輕 然後這時候你一部車 大概以時速 大概二三十公里 Mine 衝進了雪堆裡面 你覺得那種感覺如何 很刺激吧 超級刺激的好不好 然後怎麼辦呢 然後我心裡想說太好了 我有帶雪橇 因為整個車子已經陷入到雪堆裡 我就把那個雪 開始努力地敞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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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想辦法 那我就要把車倒退 但一直空轉 因為雪跟地 它有點距離 所以我的輪胎是在打雪 所以它根本沒有辦法著地 所以我的車子根本就沒有辦法 根本沒有辦法從雪堆出來 我想說死定了 然後 然後整個天色是暗的 然後雪一直在飄 我想我完蛋了 這時候呢 就在我對面車道呢 有聽到那個很濃的聲音 懂之懂之懂之 原來四個Amigo呢 五個Amigo 他們開車在另外一個車道走過來 就從另外 他們速度沒有快 然後我就趕快在路邊跟他喊 就He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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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叫Help! 然後還有 他們有注意到 他們就把車子 卡到旁邊嘛 那那個五個Amigo Amigo是講 拉丁裔的人 都叫 這沒有 沒有歧視之言 因為他們 好像彼此稱呼 就是稱Amigo啦 然後呢 然後他們五個大旱 就把那個 把我用 用 推的 把我的車子 從雪堆裡面 推出來 你真的是 我不知道 我多麼感動 就是 謝謝 再照原來Stone 這個字眼 如果你在美國 你聽到Stone 你就不要想像 只是單純的暴風雪 它絕對比你想像的 更可怕 就美國人都知道 Stone的可怕 但是Stone這個字眼 我不知道你聽完 Storm 你會不會覺得 很恐慌呢 會覺得這是一個英文字啊 我們都聽到台風啊 台風 我講台風 你有感覺嗎 當然講台風 就台風嘛 你不會有那種 對生命將要失去的恐懼 好 你以為故事結束了嗎 故事沒結束 故事還沒結束 那我就開始放慢 我的速度 小心的開車 好 終於 就快進到我們家 從我家 到我打工的地方 大概要開 三十分鐘 好 我是從 一個county 到另外一個county 然後 我想說 終於 你知道 當我看到叫要到到的時候 我心裡好開心喔 我想說終於要到家了 結果一下去之後呢 發現到一個災難來了 就 主幹道的部分呢 都有殘血車 好 所以你一路沒有問題 但車道已經非常窄 但問題是我住的地方 是知道 就是大幹道 因為我們那個是一個 我所住的地方 正好是一個U型啊 就是 它是沒有 路 接到另外一個 就是 大家知道U型啊 就是 裡面就是 死胡同 那裡有一個大圓圈啊 那就是 房子就會在那圓圈 轉移圈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 馬路到底的時候 它是一個 弧形嘛 那弧形的房子 就 圍一圈啊 然後 我那是Day M 那 結果Day M 他們是沒有殘血車的 那個 血有多高呢 大概 急到我的 大腿了 就是 那個血已經 堆到我的 就是 膝蓋上方 然後 我記得 我 停車的地方 到 我住家 大概 大概有 差不多 嗯 40公尺有 你知道 我到家的時候 就是 我去跨那個雪嘛 就一步一步的 走回到我家的時候 我的腿已經沒有直覺了 沒有直覺了 但是因為 當地人都有說啦 就是說 當你沒有直覺的時候 你不要直接用熱水 你要用 就是 一般的室溫的水 讓它慢慢的解凍 好了 那以為故事結束了嗎 故事沒結束 因為呢 那時候我們在 期中考 好不好 就是因為我是假日打工嘛 然後接著 禮拜一是期中考 所以呢 一大早我就要開車到學校 好 去 準備要 呃 準備功課要考試 就 發現到 經過一天的下雪之後 我的車基本上 已經埋在雪堆裡了 好 故事又來了 就挑著熱水 好 要想辦法融化我的車子 周圍的人胎 要不然就是空轉 但是怎麼弄怎麼弄 那雪油也用不完 我就是已經想說 我死定了 呃 我我沒有辦法 去考試了 然後 結果你知道 其實美國人也是很有熱心的 有熱心的人 不是只有台灣人 美國人也有很多熱心 那就有一部那個 呃 就是類似小貨車的 車子的一個車主 他就沿著路哦 他真的是專門為救難而來的 他就看到我的狀況 他就主動把車停下來 然後用繩子把我車從雪堆拉出來 呃 我很平不描述哈 對 但是 那畫面有多有趣 你知道就看到一個汽車 硬被那個拖出雪堆的樣子 車啪 就被拉出來了 好 那我就覺得 啊 幸好 那拉到可以 呃 有地方停的地方 然後回到了 呃 家裡面要趕快把東西整理 要出門的時候呢 就看到那個 我的家裡面的 因為我們在美國的 美國的電話 都會負責那個打路機 好 打路機在美國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 你知道 這個正常到什麼程度 正常到我回國都想要準備打路機 好 但是後來發現到 根本就不需要 因為那時候沒有手機 手機那時候在美國已經慢慢開始了 但我們是外國人 我們沒有辦法申請手機 但是 那是台灣 呃 手機比美國晚了大概 手機普及率晚了 美國大概有八年左右 因為我們台灣 中 那時候就有中華電信 好 那中華電信是獨佔企業 在那時候你要申請 中華電信的手機號碼 你可能要等很久 有時候等到半年以上 但是美國沒有問題 美國的這個AT&T 早就已經分切割了 所以在美國 你辦手機是誰辦 那我們是外國人 都不好辦 好 我們晚了好多年 好 然後 所以我們都是 都有打路機 所以在美國 打路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就看到我的打路機 在閃燈 好 就一聽 學校通知 說那個 今天大學停課 哇 是不是刺激 好 我覺得Stone 以後聽到Stone這件事情 你千萬 後來你知道我一個同學 他就叫Stone 我同事 回到台灣 一個同事叫Stone 我去說這個名字 讓我非常的恐懼 好 我們重新定義Stone 如果你在出國的時候 聽到你要去的地方 有Stone的時候 我建議你就立刻給我Stop 千萬不要去 因為Stone叫暴風雪 它比你想像的可怕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來談談 美國經濟到底是什麼狀況 先休息一下 我們來談談 對 小石 策刺激 我 拍攝 是 我 拍攝 我 不 欢迎回到汪洁明聊新闻 当然在这个周末假期 我们应该要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不过最近的议题 可能就比较严肃一点点了 跟之前谈健康 谈生活 谈理财 有点距离 我们今天来谈一些 比较严肃的话题 但是也很有趣的话题 那你知道有个叫做Z世代吗 Z世代指的就是 指的是2000年以后 所出生的小朋友 那他们现在年龄呢 成的大概都是在 18岁到20初岁 甚至我们说的已经开始 就是网络 Z世代指的是 有网络时代出生的小孩 好那所以有的 大部分都在30岁到20岁之间 刚刚出社会 所以薪水不是很高 但是呢 已经面临到这三年 你有沒有觉得 便当的价格涨得很凶 这三年 你有沒有觉得 你周围的东西都变贵了 而且 有点贵到 不可思议 那像一般 这个泡面啊 什么价格都 全面的上涨 就是我们真的面临到 从所未见的一个通膨 所以专家指出 那其中 通膨最严重的 我想就是英国嘛 英国算是通膨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那当然背后的因素很复杂 那这个 这到底 这个通膨的状况 对于这些网络时代出生的小孩 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说 在国外的影响呢 已经到心理创伤的影响 第一个 房价高不可攀 连加个汽油都觉得贵 好 因为不要忘记了 英国是有北海布人特石油 英国是有蚕石油的 但他们每次加一次油 都觉得自己被包了一层皮 那原本呢 二手车的价格应该很便宜的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我买的车子就是二手车 但我已经不记得我花多少钱 但我印象中很便宜 就是买了一个我觉得开得很不错的 一个便宜的这个日本车子 而且我还记得我离开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车子呢 送给了我的牧师的女儿 我牧师女儿她18岁 刚刚念大学 而且念的学校不错 长得非常可爱漂亮的一个小女生 但是她跟我一直保持 某种程度的距离 当然年轻世代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那她三个小孩 大儿子大女儿 我们都有沟通 同学小女儿都跟我有一段距离 她当我牧师当了一年多 那我们定时的到她家去做聚会 那我毕业的时候呢 就决定把我那部车子送给牧师的小女儿 因为她刚刚要念大学 我还记得这是她第一次叫我uncle 因为她太开心了 第一次叫我uncle 因为她突然之间得到一个礼物 虽然那没有很多钱 但是可以看出来她非常开心 叫我uncle 就是认识了一年多 从来没有开口叫我uncle 第一次叫uncle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虽然这是我离开美国 牧师女儿送我最大的礼物 就是uncle thank you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的年轻人在国外 连买二手车都觉得高不可怕 这是完全颠覆我们以前的思维 就是繁无皆贵 原本便宜的东西都变得很贵 所以人家说通货膨胀 给Z世代 就网络时代的小朋友 当然很可能 也许今天听我电台的 也是Z世代的人 原谅我说你叫小朋友 事实上对我年纪而言 你们真的是小朋友 他说英国年轻人的通膨预期的身高 已经高于其他的世代 他们对于试图降低 劳工争取加薪的意愿 对于就是 因为这个通膨很严重 所以年轻人希望被加薪 所以现在在各个国家 年轻人都上街头要求加薪 主要原因是因为真的通膨严重到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连三餐都很困难 在英国有些年轻人 他们已经多可怜 你知道吗 他们除了去 去餐厅 去拿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 有正当工作的人 他们现在在 就是 在英国跟欧洲呢 现在都流行 所谓的食物银行 而这食物银行是什么东西呢 是各个餐厅 他们剩余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食物 然后呢 透过食物银行 给这些年轻人食用 那甚至有些年轻人 就等待餐厅 把还可以食用的东西呢 从里面捡出来 在这个年代里面 台湾你其实很能想象 在福利很好的欧美国家 这种事情已经变得很严重了 那不要说什么 现在韩国的尼克族啊 尼克族大家知道 就是 他大学毕业 是属于适合工作的年龄 但他们选择在家里 吃老爸住老妈 那这比例在南韩呢 尼克族的比例呢 就只18到24岁的年轻人 你能想象在南韩已经到三成了 三成 也就是三成的 大学毕业的学生 因为他们找工作 找到非常挫折 所以他们决定当尼克族 那么在中国呢 是父母亲 鼓励小朋友当尼克族 因为他们在求职工作上面 非常的辛苦 希望他们也不要在北京 上海深圳 要面临到租金高涨 物价上涨 那薪水不涨的一个 甚至找不到工作 所以在一般的一些城市呢 就要求小朋友说 如果你真的不能找到工作的话 就回家把爸爸妈妈继续养你 在当地找个三四千块人民币的薪水就好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 在北京呢 其实努力一下 年轻夫妻呢 大概就是收入到一万五千块人民币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北京 平均工资呢 大概有六千块 五到六千块人民币 好 那你努力一点 顶到一万块人民币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到了像是我们说的 郑州啦 或者武汉啦 可能薪资呢 就直接降到 剩下四千多块人民币 那如果你到福建啊 或者是这个浙江的乡村呢 可能你的月薪只有三千多块人民币 或者二台币一万多 可是它的物价呢 其实跟 可能跟高雄差不多 好 那也就是说物价其实没有便宜 但他们薪水呢 是不够的 不过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中国的菜的价格 猪肉啊 菜价啊 原型食物的价格 坦白讲比台湾便宜很多 这是一个 所以中国的农民是被 中国政府剥削的一层 一般中国农民的年薪呢 如果有十万人民币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十二万人民币 折合台币是四十五万 他们平均的薪资呢 大概年薪啊 你猜猜看剩多少 大概就是差不多三万人民币 三万人民币呢 折合台币大概就是十几万 好 这已经算是收入不错的 那为什么这个 中国农民所得这么低呢 因为他必须供养相对便宜的 蔬菜水果给城市打工族来食用 如果今天到餐厅 随便一顿饭都要二十块 二十块人民币 他的薪水根本 你看一顿饭二十块 二十块人民币 一天你就花掉了将近有五十块人民币 那一个月你只光吃了钱 就一千五百块人民币 而你的薪水不到三千块人民币 加上租金 你根本就是吃土活不下去 所以呢 他们都鼓励自己煮 所以你看最近 如果你看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网络 他通常都是介绍小朋友回家了 我最近看到的那个画面都是 就是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到自己的房子呢 周围都杂草重生 房子破破旧旧的 那些年轻的小男生小女生 大概二十出岁 他们决定回家 然后开始重新振奋他的生活 然后再把废弃的农田 把它开啃出来 那把旧的房子呢 重新整理过 最近他们都是这种画面 然后最常播的画面就是 夫妻回到家自己煮 没有叫外卖 然后小夫妻两口 那煮的食物 然后觉得很开心 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状况 他们必须要压榨农民 来养活成事 如果农民的收入太高 这些所谓猪肉价格 或者是菜价太涨的话呢 其实对于年轻人 甚至我们说的39岁以下的 这个中国人来说 他们遇到的问题非常严重 那不止如此 其实他们现在状况 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 30岁其实就比较难找工作 但是现在可能就比较容易 30岁就比较难找工作了 35岁以上找工作就很困难 但是还是基本上努力 还是可以找得到 现在在中国 只要你超过32岁以上 你从职场一退出来 你要才找到工作几率 基本上是零 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可怜 这是非常严肃的话题 但物价持续的上扬 中国的汽油价格非常贵 那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在中国 这个事情我刚才讲的 也在南韩发生了 南韩就是18到24岁 尼特族 那这个比例已经到三成多了 也就是每10个年轻人 他们根本就放去找工作 给父母亲养 所以这个通膨时代 到底对这世界冲击有多么严重呢 坦白讲我们还没有看到尽头 那当然现在另外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就是所谓的减碳 那我们有机会再来谈台湾的光电产业 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能用政治口水 去喷光电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都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们来谈一下最新营救显示 近来通膨上升 替这网路出生 网路后 有网路后出生的小朋友来说 这是心理的创伤 因为物价上涨的飙涨 也代表一件事情是 他们能够花费的能力有限 但各国的央行对抗通膨的能力 也越来越难 那彭博资讯分析 英格兰银行就是英国的央行的数据显示 生平首度遭遇到两位数通膨的英国年轻人 因为我们台湾的通膨不严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在英国的通膨是11 12% 也就是说呢 今天你买个面包是100块 那你隔年买的时候就买111块 这是我们说的通膨 那我们其实面包价格 现在的价格其实扑通性不是很剧烈 但在英国事实上 面包已经是成为奢侈品 那就是件可怕的事情了 而面包本来就是欧洲国家的主要食物 除了马铃薯之外 那所以这些年轻人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通膨可以到十几% 那重点事情是 他们对于所谓的加薪的意愿是很强的 但企业没有办法加薪 那2%通膨膨胀根本比登天 2%的通膨目标数据 根本比登天还难 那么承认英国人央行决策官员的 一位牛津经济研究院资深顾问 叫做Sunders 他就指出 英国年轻人通膨预期已经升高了 而这留下的伤害呢 是一定可以预期年轻人对于物价 看到物价 就是所谓物价 就是你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 商店下面都有一个价格表 也就是说所谓的通膨所创造的心理创伤 是他们不敢去看标示的价格 就是一旦看到标示价格 他们心中会有恐惧 会惶恐 会担忧 会不安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应该没有到这种程度吧 其实我旁边有位非常年轻的少女 我就很想问她 有没有看到去购物的时候 很怕看到购物的价格 我有一点点 我也有一点点 但没那么强烈 就是看到便当价格 变15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的恐慌 但是久了之后会习惯 他们是 他们是不敢去看 商品下面价格 因为它会延伸到他口袋的钱 还够不够活到月底 这是一个多可怕的一个状况 那对于1970年代 1980年代 当时曾经因为中东的冲突 曾经物价上涨 但那个已经是70年代 80年代了 可是那时候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时的状况是经济高速增长 房价还是可以买进的价格 意思说同样的通膨 你看我举个简单 那时候我在高雄购入了一个35平的房子 那我总价金加上车位 也不过不到360几万而已 那你现在同样在高雄 你要买个35平的房子 在我同个地方 你大概没有拿到1000万你是买不到的 那更比方说我在新竹的时候呢 我买了一个透天簇 那只要花810万 那同样的房子 我周围有人卖出去 要2800万 所以也就意味着一件事 现在Z世代的心理创伤 非常可怕 我讲这个故事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安慰大家 我们觉得通膨很严重 但是走出这个世界通膨比我们想象更可怕 我们先说一下 到底Z世代的心理创伤 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伤 我们先去听个音乐 放轻松一下 Z世代的心理创伤 欢迎回到汪洁明聊新闻 我们要更正一下 Z世代大概是指的是 有比较明显的网络时代 那应该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小孩 那Z世代是指90年代到2000年代 所出生的小孩 就是迁徙时代 是跨2000 那也就是说这个年龄层 迁徙时代跟X世代是 差不多就是27岁以上 网络时代的年龄层呢 大概就是24岁以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年龄层 16到24岁 16到24岁 那也就是说有些16岁的年轻人 他其实在高中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看到 商品价格的时候会感到恐怖 恐惧 那我们现在年轻人 应该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状况 那也就是说利率上升 使得这些年轻人 他如果要做学贷的时候 他必须扛比我们这个年龄层 更高更贵的税金 他要去买房子 除了房子价格 比我们这个年代更高更贵 同时间他要负担的利息成本 也变得很强 所以现在的问题 已经变成是一个极为可怕的讯息 这是我讲这个故事 其实目的并不是要去解释 并不是要说通膨对于日赛 到底有多强烈的心理创伤 而是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也要觉得 台湾真的蛮幸福的 至少我们这些16到24年轻人 可能对于去购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还是勇敢的去面对 那个数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高铁 为什么会塞爆了 为什么人们就觉得 高铁虽然很贵 但时间我还负担得起 那回到这件事情 就要严肃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最近讨论到 相当大多的议题 其中一个议题就是 美国经济到底状况是如何 在讲美国经济问题之前 我们留在下一次来讨论 这是一个大议题 这也就牵扯到 全世界的一个经济动态 在台湾某种程度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抱怨 但问题来了 事实上在全世界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状况 更加的可怕 那我们再谈另外一个四话题 这话题可能会延伸 我们这一周跟下一周的讨论 因为我们的时间 永远是这短短的48分钟 那并不是很多 我们要包括听音乐 但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真的很多 我们来谈一件事情 就是光电 当然我们不牵扯政治 我只想问一下 我们的听友们 当我听到光电 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的直觉是什么 就像你看到 你的新婚妻子 你的心中应该是喜悦的 那你的新婚妻子看到了 她的新郎官也是充满了喜悦 那你看到你的爸爸 你可能是有尊敬的感觉 那你看到你妈妈会觉得很温馨 你看到许多长久 已经很久没见面的同学 你会有一种亲切感 对不对 或者常常给你塞林用金的姑姑 你会觉得很甜蜜感 当然不是每个姑姑都会塞钱 但是我儿子的姑姑是很会塞钱 所以我儿子听到姑姑 他就是会感动的 就是那种 我儿子小时候 他最大的志愿就是 长大的时候把姑姑娶回来 这很多小朋友 应该有共同的经验吧 就是长大的时候 要嫁给爸爸 长大的时候要娶妈妈 或者长大的时候要娶姑姑 这是同志小朋友的喜欢 所以每个人对每件事情 都有不同的想法 像在水果类里面 我看到苹果会感动 好像每次看到苹果 觉得就很开心 看到那个火龙果 我就想到拉肚子 所以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 他都有不同的观点 对 那我就要问一件事情 当我讲光电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是风力发电 太阳能 但是我说真的 你可能感觉不一样 我讲光电的时候 你可能脑海中有不同的想法 但我讲风力发电的时候 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讲太阳能发电的时候 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我讲到核能发电的时候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这个想法 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那我现在在问一件事情 当我讲光电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是厌恶呢 还是期待呢 还是希望呢 还是没感觉 就是 那如果有陷入到政治议题的话 可能对光电 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光电 在这次的选战当中 已经成为是个热化题 好 那我们不讨论政治 本节目讨论的是一种 议题是跟你生活比较有关系的 好 这个人叫做班克斯 他的名词叫做Charlotte Banks Banks B-N-K-S 他的住处呢 令人非常称厌 他是一个英国古宅 建于16世纪 那四周的护城河 更是历史悠久 那古代的时候呢 这个护城河是来做抵抗掠读者 那如今呢 这里面临到一个威胁变了 什么威胁呢 就是英国国家电网 计划新建长达110里 横越东部乡村的 价高的输电线 那么来接受临近的离岸风场 跟新设的核电厂的电力 而这电力呢 是要输往伦敦等大城市 而这个Banks 住家的不远处的农田 原本是非常漂亮的 英国乡村的风景 绵延不断的这个 望不尽 望不尽尽头的农田 我想各位应该有那种想象 就英国的那种农村 其实是很美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决定要架上一座座的高压电塔 那这个Charlotte Banks是一个女性 她说呢 她相信打击气候变迁 这件事情是必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大量使用的煤炭 这个世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至少跟我小时候是不一样 小时候的台北 是永远停不住的 这个绵绵细雨 但现在的台北 冬天基本上是没有下雨了 那住在基隆的朋友 跟印象深刻 基隆称之为雨都 请问一下 基隆现在还是雨都吗 那而且台湾现在一会儿很干旱 一会儿很暴雨 像今年的意大利就是这样子 意大利呢 在今年的一月到三月的时候呢 出现了干旱的情况 就打水井没有水那种 就是形容词 就是干旱 那整个作物都枯萎 但是到了四月的时候 只隔一个月 突然间暴雨狂坐 那北部的城市 有多个城市呢 被河流给掩盖 所以这就是 那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呢 酷暑 所以意大利的这个橄榄油 今年欠收 西班牙也是 甚至呢 盗匪 做的事情呢 他们不是去路边抢钱 他们直接趁夜夜风告的时候呢 直接带油罐车 把整个橄榄油给抽走 天哪 连橄榄油都变成是 偷取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橄榄球的价格 今年挡了大概50% 虽然我们在台湾还没有明显感觉 但是这个地方价格已经大涨了 这都是气候变迁 那因应气候变迁呢 台湾也必须要剧烈的改变 其中包括了光电 要大量的制作 那天然气的电厂 变得更加的密切 所以需要更多的输天然气的管线 那一样道理 台电呢 就要砸将近2000亿 要做韧性电网 那这都是改变 而这改变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以前电厂 你只要一根高压线就可以连结了 但现在电厂已经散布在 你家我家的屋顶 甚至岸边或者是农田 或者是湖泊上面 因为这个电厂 它没有办法集中在一个地方来生产 所以我们的电力呢 就必须要扩充到每个乡镇 这就是最近为什么中兴电的股票大涨 最不可思议是华城 华城从以前的均价13块 涨到200块 那中兴电从最低下30块 涨到最高130块 好 那这个唯一还没涨是大同 我觉得大同也迟早会上涨 那士林电机以前的股价 大概差不多五六十块 现在士林电机股价也到了160 170了 就是我们说的 这是气候变迁 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那以前没有听过的雅力啊 高利啊 大涨就突然都冒出来了 因为这都跟电线电缆有些关系 那我们回到这位Banks 就是这位女生 她就说她赞成要打击气候变迁 但问题是 当田径的优美乡村 要兴建一连串的电塔 她就觉得这件事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 非常分裂的一个情绪 什么分裂的情绪 一方面都知道 这个地球要救救这个地球 因为暖化正在发生当中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不希望 因为要救这个地球 我隔壁必须要拉一条 这个电缆线 或者我必须有一个天然气管 经过我家 甚至我不想看到农田上面 许多的太阳板 但我对于未来气候变迁 我很担忧 现在的人 就是这么矛盾 就是说我知道气候变迁 好 情流感变得严重 跟气候变迁 绝对有关系 所以我吃不到鸡蛋 我很生气 但我跟你说 那救救鸡蛋 多设几条电网 好不好 不好 这问题就是这么的状况 那不是只有台湾 英国也是 那我为什么特别一开展 用金周刊讨论英国呢 因为英国的风力发电 在冬天的时候 最高已经可以占 他们所有电力的发电量 超过四成 甚至接近到五成 能想到英国这个 一亿多的人口的这个国家 竟然他50%电力 是来自于英吉利海峡的 风力发电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那来自位于伦敦东北方 田园林立的一个人 他叫做Easter Angela 也是一个女生 东安格利亚 那他们也都 对不起 这是一个地点 Easter Angelia 这是一个地点 叫做东安格利亚 这是在伦敦东北方 那伦敦东北方 一般来说就是风景迷人的地方 很多人去 因为那边有 以前冰河所留下来的痕迹 就我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的美丽的树木 跟数不清的湖泊 那一般来说是英国人 去休闲的地方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呢 这些电线跟变电器的设施之后 这些美丽的景色里面 就会很突兀的出现 许多变电站跟电线 那当然原本旅客想去看到 是一个放眼望去 见不到镜头的山林美色 但是很抱歉 你必须要面对更多的 所谓的充电站 这种所谓的人类文明的东西 那他就说像房价跟游客量 因为这事情就开始被破坏了 那这破坏的状况到底怎么办呢 那在地就在英国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East Angela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150年老牌企业 他叫做爱登斯 叫做Adams 那他是位于滨海小镇 那这个是一个经营的 当地的一个酿酒厂 饭店跟酒吧 他执行长叫做Andy Wu 他说英国的风景区将沦为工业区 他担心未来的游客会越越少 那这画面是什么呢 他这个经周刊做的画面 下面是非常漂亮的一个 这个应该植栽 这个是一个应该是我看是麦田 绵延的麦田 在这麦田上面架了两个大型的电网 那这就是现在英国的一个状态 那为了提供汽车电力以及住家的暖气 他特别把汽车电力摆在这个主标题 原因是因为我们为了影响气候变迁 那我们到汽车所排放的废气 本来就是所谓的空气污染方式 所以我们最终的都要走向所谓的电动车 但电动车要充电也需要电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为了全球进香发展干净能源 未来必须大规模的升级输电网路 因此当地民众就觉得他的环境被破坏了 那英国国家电网就指出 随着未来用电量大幅增加 而且要接轨新的发电来源 譬如离岸风电厂 英国也要砸数百亿英镑来更新电力系统 台湾大概是砸了1500亿 未来的10年要更新所有电力的系统 那么英国也是要砸数百亿的英镑 那一英镑换台币大概是四十几块 所以数英镑也是惊人的数字 数亿英镑 好 那数百亿英镑 那也就是上兆元的钱在更改电力 那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 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呢 继续来讨论这个热话题 再问一件事情 你对光电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它真的会改变我们未来人类的生活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先听个音乐